第25分钟,大连低球后比较着急,结果在第37分钟,杨胜平与河南帮手割针球时,对帮手割小腹目错一脚,原因杨胜平已经有了一张黄牌,裁判就直接黄牌,然后眼黄变了红,杨胜平被罚现场,大连一发一直是在想打一篮完成比赛,在后这个球引起普遍争议,不过这个球完胜平还真不是故意的, 可以看出来他的抬腿还是冲着球去的,只不过速度非常慢,整整比帮索哥慢了一拍,结果帮索哥走到了一脚,下面这个视角可以看出来,杨胜平这抬腿速度